大家好 我是猫博士 今天我们来讲 懒 上一期猫博士讲到了鸭子的性生活 可能是因为车飙的太猛 结果被各种限制 所以这期视频 猫博士打算讲一些萌成可爱的生物 第一个要出场的生物就是爱睡觉的烤蜡 大伙对于烤蜡的印象 应该是一种外表冷酷可爱的小动物 除此之外 烤蜡的懒也是出了名的 烤蜡一天最多能睡22个小时 剩下的两个小时还是在吃东西 几乎钟声都在树上度过 想想你放假在家的场景 是不是像朱广璇说的那样 如果你在被窝里睡得正香 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 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 上个厕所都是出差到遥远的边疆 觉得自己跟烤蜡很像的 请在弹幕上扣一 看到这里 如果你以为烤蜡的懒 仅仅是睡睡觉吃吃东西这么简单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生物体中 大脑属于高消耗器官 通常情况下 大脑会不成比例的消耗掉 生物体大部分能量 而烤蜡觉得每天吃吃睡睡 大脑也用不上 结果 这货居然进化出已知有代动物中 最小的大脑 烤蜡的脑量有多小呢 以人类作为比较 人类的平均脑重量是1.5公斤 烤蜡的平均脑重量只有12.9克 按照人类平均体重62公斤 烤蜡的平均体重8公斤来算 人类的脑体比是1比40 而烤蜡的脑体比是1比400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 布鲁动物平均脑体比是1比180 烤蜡居然比平均水平 还低一倍都不值 所以跟烤蜡相比 虽然大家都懒 但至少我们还有脑子 要知道烤蜡是澳大利亚的国宝 生活在澳洲东部沿海地区 在澳大利亚这块大陆上物中丰富 竞争激烈 生物为了生存必须得有一技之长 像蜘蛛水母河豚都含有剧土 那烤蜡这么懒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生物 就不怕被天敌吃掉吗 凭什么还能活到现在呢 论打斗它斗不过群击高手袋鼠 论速度它跑不过兔子 放在动物园里烤蜡绝对完败 但老子曾说过一句话 天之道不征而善胜 事实上烤蜡面对的就是宁静争 烤蜡吃的食物有毒 其他生物都不敢吃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以氨树叶为食的生物 为此烤蜡计划出了 适合咀嚼磨碎氨树叶的牙齿 以及用来专门消化氨树叶的消化道 烤蜡的消化道有细又长 能够达到2米 消化道内还有专门消化氨树叶毒素的肠道细菌 小烤蜡在离开幼儿代之前 会吃妈妈排泄出的类似粪便的排泄物 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种消化细菌 氨树叶除了有毒 最重要的是营养价值也不高 为了获取足够的能量 一只烤蜡每天要吃500克左右的氨树叶 而为了更好地消化这些有毒的食物 烤蜡很少运动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它总是在睡觉 只不过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消化食物而已 除此之外 烤蜡也是爬树高手 特别是大拇指尤为突出 正因为这些原因 烤蜡几乎没有天敌 受完爱睡觉的烤蜡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生物 也是懒到极致的树蓝 树蓝是生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种生物 主要以树叶嫩芽为食 体重9公斤左右 体长约为80厘米 一身蓬松的毛发 以及昏远的脑袋 看起来十分可爱 树蓝是世界上最慢 也是懒得出奇的哺乳动物 它的速度只有0.2米每秒 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遇见天敌 它总是慢悠悠的 就这反应速度 走两公里需要一个月不夸张吧 树蓝能揽到的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 举个例子 由于树蓝的速度和星辰代谢极为缓慢 据说有人曾喂树叶给树蓝吃 半个月后发现喂的树叶竟然还在 树蓝居然能揽到咀嚼食物 你敢信 树蓝的一生都在树上生活 只有每周一次需要大病的时候才会到地面上 这种减少高空坠物 妥妥的良好青年啊 树蓝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主要是因为树蓝的毛发下面寄生着藻类 肝剂是棕色的 湿剂是绿色的 这些藻类能跟周围的台写树叶融为一体 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 而行动迟缓能更好地发挥出保护色的作用 对躲避天敌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 树蓝长长的爪子能轻松地抓住树枝 哪怕是睡觉也能保持这种姿势 不管树蓝 是蓝是慢 它都在用 在我们看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 最大宽限地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个关注再走吧 我是猫博士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期这家神奇有趣的动物 敬请关注